就是那個我放在雲端上面的 記得就是裝32的 因為我們的 ECL是32位元 ECL是3 那ECL到底是哪個版本 今天可以從那個說明裡面可以看到了 這邊好像有一個help還是哪裡 可以看一下到底是什麼版本 好像是從這邊還是哪裡 可以看到 那個裝如果沒有意外 他們是32位元的 那最後的話 我們就是做一些練習 第一個就是新增單筆 第二個是新增全部 那我可以新增單筆應該沒問題 按一下他 他如果出現新增成功 那表示資料已經寫過去了 所以剛剛 第二個是新增全部 全部新增過去 那新增全部的話 全部也新增過去 把這些全部都跑過去了 OK 再來的話就是 刪除ECL裡面的資料 再把MySQL裡面的資料全部撈回來 因為我這邊已經沒資料了 那我要把ECL裡面的資料全部撈回來 一次有裡面資料就全部 買ECL裡面的資料 就全部撈回來 那MySQL裡面的資料 基本上就是 其實我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其實這邊看到的 這邊裡面的資料呢 就是跟 我們這邊看到的 應該是會一模一樣的 那所以以後呢 假如說你的前端有很多人一起同時在工作 同時在輸入很多會員資料的時候 那最後如果你要整合在一起的時候 需要一個資料庫 那用什麼 目前用什麼方案 幫 老闆審 如果是你老闆的話 要是我啦 乾脆用這個就好了 因為你只要在公司的 某一台電腦上面安裝 然後呢 先找到它的什麼IP位置 所以這邊的話 我剛剛講過了 你可以按右鍵 開啟網路的公用中心這邊的 這個 就是把這個IP位置記起來 然後呢 就在程式裡面 只要修改一下 我們剛剛的這個地方 程式的部分 剛剛本來是用的是那個什麼127.0.0.1這個 這個IP位置 這個IP位置呢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假如說呢 未來如果全部要匯入的話 你就把它改成那一台電腦192.168.2.228這個位置 特別至於這個一個字都不能打錯 細心再細心 OK 然後 其實做這種工作 真的沒有 會 沒有 就是沒有那個 人情味 你會覺得 都不通融一下嗎 為什麼我打錯一個字都不行 真的就不行 OK 那你打完之後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再測試一下 基本上 改完這個 那這個指一個對應關係 所以裡面Database指的是我們剛剛的資料庫 然後你的那個帳號 跟你的密碼 一個 這個都不能錯 錯一個很抱歉 就過不了關了 所以這個層層一環一環一環的 那今天的部分呢 我都把它錄下來了 可能我的同學可能有 後面可能有點跟不上 沒關係啦 回家 反正把我雲端上面東西再做一遍 我想 應該要做出來 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大概是這樣的 那如果你做一次 不成功的話 可能要多做幾遍 因為像國父革命 也十次才革命成功 不過你們也不用做到十次啦 最好這一次就做成功就好了 然後呢 裡面的話大概有哪些 我剛剛做的事情 第一個 我們就是 全部新增 全部新增 我剛剛主要是跑個回圈而已 所以回圈的話是 4i 等於第3列 到 Range B2 向下偵測 全部把它抓下 一個 一個去新增 新增完之後呢 會跳出什麼 新增資料成功 的這個訊息 那當然 一直新增 它會變成 MySQL裡面的資料 會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增加很多 好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刪除 刪除舊資料 很簡單吧 就是 我是用那個 一行程式就搞定了 Range Range B3 到 F的最下面一列 點 ClearContents 所以語法上面是這樣的 就是在這邊加上一個 Range B3 F F 是指的是F藍的 哪一列 那我用偵測的 向下偵測到最下面 所以 它回來如果是17的話 它就會 F17 後面利用一個 清除的功能 就點什麼 點ClearContents 所以你就是 打一個 Clear ClearContents 這個 ClearContents 指的就是說呢 把它的 內容刪除 所以我可以 把它刪除掉 這時候就刪除了 那再來呢 因為我現在沒有資料了 那我想要做什麼呢 就是 再幫我把 資料 從那個 MySQL那邊 幫我查回來吧 那查回來的 語法其實 就是在建一個 這個程序 叫從 MySQL 資料庫 全部 不匯入 那匯入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跟那個 剛剛的語法 一模一樣 差別 只有在這裡 因為剛剛的 SQL語法是新增嘛 所以 Insert into 哪個table 對 那你要現在要換成 怎麼樣 把它全部撈回來 剛剛是過去 現在是回來 回來的話 語法是 Selete 所有的欄位 From 這個問題 這個資料表 很簡單 STAR是所有的欄位的意思 但你也可以打 五個欄位 中間加豆點 也可以啦 如果沒有人這樣做 用個STAR就可以了 然後呢 就用 EXCUE的方式 丟過去 那 EXCUE之後的話 它會給你一個東西 就是叫 MyRS MyRS意思就是說 查詢完的結果 會幫你丟到一個物件 就是在記憶體裡面 幫你畫一個 虛擬的表格在那裡 那你就把那個表格怎麼樣 利用 這個Range B3 意思就是 從B3開始 裡面有一個方法叫 Copy From Recurset 這個指令嘛 意思就是說呢 再幫我從記憶體裡面 把裡面的東西 撈回來 所以呢 你就把 RS有沒有 放在後面 它就幫你撈回來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這個很簡單 執行 It's not allowed To connect 192.168.2 這個可能再查一下 這個這個IP位置 還是我剛 設定 OK好了 反正 這個位置 基本上IP位置 等下再查查看好了 那不然我把它改回來 正常是應該是可以 好 那假如說這個 預設的內部的網路好了 OK 好這個時候就全部查回來 那至於這個IP位置 我想這個再看一下 要不就是說你用Server name 它的名稱 你也可以從那個 你查一下 這台電腦到底名稱叫什麼 你可以按右鍵內容 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電腦名稱 或者你也可以用電腦名稱 放放上去 那最後的話 如果說你要把什麼 把 這個裡面的 當然 MySQL裡面的資料 現在已經有這麼多了 那如果說你希望把 MySQL裡面的資料 全部都清空 你會發現它已經放這麼多 清空的話很簡單 在我雲端上有放這個程式 就是直接丟一個訊息給它什麼 Delete From 問題 如果你做這件事會怎麼樣呢 MySQL裡面的資料 就全部被你刪掉了 OK 所以把它執行刪除 這個時候呢 它沒有回應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你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有沒有發現 裡面空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今天大概就列起了 四種裡面的三種 Update沒有 沒有辦法練習 因為這邊 你也可以自己找情境 比如說你要更新 某一筆記錄的話 那你可以參考 我放在雲端上面的這個 這個參考的那個語法 我可以把它加到裡面來 我是把它放在這邊 有沒有 Update 問題 Set 有沒有 那特別注意是 哪一個人的名字 身高改一下 可能它本來是160 你要把它改170的話 可以這樣做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主要 就是補充的那個 就是資料庫部分 那但是因為 我們這邊 本來我是 當然前面都是講 那個SS 但是因為這邊剛好 沒有SS 怎麼辦呢 只好想另外一個資料庫 那本來我是想說 用MySQL 對各位來說 好像有點太難了 可是我後來試了一下 我發現好像也沒有想像中 那麼困難 所以我把它稍微整理了一下 那因為受限於時間的關係 可能就是這樣 RUN一下 所以今天主要 就是各位可以參考一下五雲端 白板上面都有幫各位截圖了 裡面大概就是做出這些功能 大概就是 單筆新增 全部新增 全部新增 刪除資料 再把 MySQL的資料 全部匯回來 先匯過去 再匯回來 然後再把MySQL 刪掉 當然你 可以再找其他的資料 試試看好了 那今天我想簽到這裡好了 OK 那下一個禮拜是 最後一次上課 那當然建議如果說 同學有沒有什麼 比較特殊的問題要問的話 你可以在那個 就是 看 論壇或哪裡先 如果沒有 不然我們就是 既定的 也許下個禮拜 下一個問題吧 問題二的部分 OK 我們上完會以後 雲端的資料還會在嗎